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創世記6章9》記載 羅雅是過二人 在當時的世代是一個完全人 羅雅與神同行 羅雅是過二人 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 羅雅與神同行 《創世記6章9》記載 二人是跟神關係非常親密密切 非常好的一種同行的方式 完全人不是一定說 那個人道德十全十美 無限可擊 簡直是完美 不是說這個意思 而是說這個人 偉身去跟神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無論他光景如何 他都很想第一時間去找回神 無論他錯了或是正確 他都很看重神的關係 與神同行就更加強調 與神有親密關係的重要性 羅雅的信心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 羅雅不是只是信一堆教義 一些的概念 而是他是很偉身的 與神建立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就好像做朋友一樣 如果這個朋友跟你關係很好的話 你要相信他 你要信他所說所做的事 就是一些不困難 羅雅信心的第二個特點 就是他的信心不是說就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那一種 也是羅雅用具體的行動 去證明對神的信心 在《創世紀6章22節》裡面說 神吩咐羅雅做的事 他一切都照做 換句話說 羅雅的信心不只是說 他用具體的行動去表明他信神 在《創世紀》裡面 神吩咐他做一種方舟 他就照做 有很多考古學家研究 他說 在羅雅世代 其實從來都沒有下過雨 所以你叫人說有洪水 其實沒有人相信你 其實羅雅當時身處的地方 是一個內陸的地方 做一隻船 其實會被人笑 羅雅的信心 對於我們來說是甚麼呢 其實對於今天 你跟我來說 那個意思就是 可能我們要很清楚的 很堅持的 跟著神的真理去行動 但是很多時間我們會遇到挑戰 在這個時間 我們是否信神是真實 神是信靠 我們可以永遠一生去信靠他 有人是吃了煙三十年 有人是 不知道喝酒不行的 也都可以有人說 他一生是喜歡賭錢 在這個世界來說 覺得沒甚麼 但是當這些人被神改變 他就戒掉所有的習慣 他跟神的真理下 雖然帶來很多挑戰 但是神是喜悅他的 也有一對男朋友、女朋友 他們同居了很多年 但是因為他們見到真理 認罪悔改 雖然他們各自的家企 是很狹窄 但是他們仍然向神尾身搬回去住 在結婚之前 他們不再去過這些不正義的生活 委身過神合心意的生活 所以他們是面對挑戰 在這個世界覺得這麼傻的 但是在神裡面是非常喜悅他們這樣做 今天你和我的信心是甚麼呢? 我們相不相信行神的真理 神會保守去帶領我們 我們所做的都是蒙神所喜悅 祝福大家